记者郭安家台北报道, 护士团体长期要求台北大巨蛋解约, 幕后操盘首之一是松烟公园催舍联盟召集人游义。 由今上午与社民党开记者会, 宣布角逐松山信义区台北市议员选举, 而长期于耕耘该区的吕新杰泽担任其总干事, 众人大喊游义,社民党动算, 目前该区已有16位标态参选人, 将抢实习未来是否会将台北市长柯文哲 与远雄董事长赵腾雄逆会等式列选战议题。 社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范云说, 还未跟游义讨论, 但有可能,因大巨蛋市选战重要议题, 柯必须要面对外界质疑, 他说,游市小市民揭发大巨蛋毕案, 柯选前才可以打毕案, 如今民众不满, 更需要了解大巨蛋的由, 进入议会监督游义表示, 没有会比他还熟悉大巨蛋, 他会全力关注, 不管是谁当选, 一定不会让他们图立财团, 希望台北市议会有更多的第三势力, 淘汰为财团护航的政客, 由于反同志团体于年底提出三个反同公投, 目前担任婚姻平权大平台总召集人吕欣杰表示, 过去两年燃烧自己生命投入婚姻平权工作, 但以爱家之名推反同, 他无法置身事外, 所以无法参选议员, 并也向2016年立委选举投给他的1.7万位选民说对不起, 希望大家挺有意, 且年底反同公投中投下反对票松山信义区实习议员, 目前国民党五席, 民进党四席, 民国党一席, 今年民进党维持提名四席, 国民党提名达六席, 新党尚未公布提名人, 第三势力部分, 除民国党现任议员徐世勋, 亲民党红士期将再次参选, 时代力量有吴征, 数党有刘青英, 吴党还有绰号呱吉的网红邱威杰, 竞争激烈, 另外, 社民党也宣布于台南市南区安平区提名高中议, 是社民党首次跨越浊水系的参选人, 范云称赞他半工半读取得台大法律系学士, 美国纽约州律师以及中国律师考试, 高说, 台南曾是文学家叶石涛口中是和人们做梦, 干活, 恋爱, 结婚, 悠然过活的地方, 如今成果牢之都, 美人可支配所得最低, 房租涨幅最大的城市, 他决心勇于承担, 他们有点儿章争潜在城市中开放汅中, 但是内表人在市中开放的地方, 每人家投票都听不懂天然之间, 感谢观看